好 郭董口中提到的油价 现在国际价格战真的开打了 对汽机车的问奖来说 真的是小确幸 因为下周油价每公升降幅 可以来到3.6块钱 算一算一个月的用油 超过100公升就省了360元 国际油价又跌4% 也就是说从下周开始 预估每公升油价最多下跌3.6元 一台台汽车排队进入加油站 就是因为国际油价一度狂降30% 创下波湾战争以来 最惨的单日下跌记录 油价降了对于汽机车族来说感受最深 现在是83元嘛 我最贵的时候价是120 就是油箱都一样的油桶都一样的 现在加满不到100块 以前加满大概会100多一点 除了机车族之外 面摊店家也难得露出笑容 毕竟油价降了 瓦斯费能省一点是一点 就便宜你也是会便宜你一点点 不多啊 大概下来120块而已 先前我们这个是营业用的595 现在变570 只是目前油田来到了每桶30美元 对于美国超过百家的页岩油行业来说 恐怕会出现盈利问题 专家认为油价掀起的价格战会持续多久 恐怕都跟中国大陆的复工有关系 第一个我们必要注意就是说OPEC最新的一些动作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中国复工的情况 大概这个是会影响未来油价比较关键的两个因素 但是呢随着它这个复工的慢慢的增加 慢慢的这个回复的话 对原油的需求还是会持续这个回温 无论油价战会持续多久 对于民众来说 至少能够在疫情期间帮荷包省点钱 东森财经新闻 张正安 钟云锐台北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的新闻内容 带你来深度了解了 全球的武汉肺炎疫情都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美国真的是惨字来形容 不管是在航空夜 观光夜 甚至在NBA甚至好莱坞 全部都发生有人感染的武汉肺炎的疫情 还有再加上了俄国沙国都在打石油战 现在打到第二回合了 这位川普总统啊 他想当美国队长 他救得了美国的经济吗 首先先来看看 在美国的部分啊 包括了好莱坞 包括了NBA 现在都沦陷了 川普说他要再出大决 再放大招 首先来看看 这是好莱坞的巨星 汤姆汉克 他的他自己本人 跟他的太太都已经确诊了 汤姆汉克说我们感觉有一点累 然后太太有点忽冷忽热的 感觉上呢 一开始还以为说感染的流感 有轻微的发生 后来两个人都确诊 感染了武汉肺炎 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位呢 是在NBA的部分了 这位球员 现在呢也导致了NBA要无限期的停赛 光是这转播票房跟广告 全部加起来就损失了50亿美金啊 结果川普就说了他要出大招 他说他能够打败武汉肺炎的病毒 他提出了哪一些的这个大招呢 首先他先宣布了欧洲的这些旅客 30天都不准进到美国来做旅游 还有他要减税 然后他会给四大产业来做贷款 而且他说啊都不是美国的问题 是你欧洲的防疫真的做得太差了 美国是可以击败病毒的 而且他说了他考虑要宣布 美国是国家级的灾难 打算要释出400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这四大招能够救得了美国现在的惨惨惨吗 3月12号在今天道琼的电子盘 就跌了将近千点了 好像这个数字就直接把他的大招全部给打脸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石油大战达到第二回合了 沙国恶国现在都在释出善意 但是好像有人不领情啊 俄国的总统普丁呢 现在他已经递出橄榄枝了 感觉上呢在友好咯 但是直接被打脸 普丁呢在3月10号的时候 他说了俄国可以产每一天哦 1180万桶 但是他们呢还是可以愿意跟OPEC来做合作 这个时候他跟沙国 沙奥地阿拉伯释出了善意了 但是呢沙国的国王怎么回应呢 他在4月份的时候 他说我才不管你呢 我4月份照样每天生产1000万桶 甚至可以增加一天1300万桶 我就是要来跟你拼油的产量 两个国家在上演真惨的PK 现在美国真的是紧张了 石油大战在扩大当中了 美国的页岩油产业 真的能够打过这两个国家吗 现在沙国的油价呢 现在呢要打出最低价 最便宜的油 结果这根本就是欺商权 大家不要忘了 曾经在1986年就上演过这样的一个事件 当年的石油也是过剩危机 沙国呼吁说呢 这个减产无效啊 所以决定要争产去破坏这个油价的市场 结果你知道吗 油价在当时的时候联崩了4年 中东的产油国都几乎都要破产了 还有接下来引发的是呢 1991年的波湾战争 除此之外 在沙国内部啊 也是上演了步步惊心 原来在里头的王储自己都在大内斗 沙国现在呢 包括了国王的弟弟 当然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 所以他被抓了 另外一个是前任的王储也被抓了 所以现在沙奥地阿拉伯 除了油价的这个政策 变数很多之外 还有他们内部高层人事不安的问题 接着才来看到了 美国有宣布说呢 他要再宣布在30天之内 禁止欧洲旅客到美国去旅行 但是有一个但书 他说英国人除外 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跟深耕公约有关系 因为在这个深耕公约里头的26个国家呢 人口大约是4亿人左右 在这里头的国家呢 他们签了一个条约 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 在这26个国家当中 你可以随意来去自如 还有大家记得吗 到欧洲去旅游啊 到德国法国啊 坐着这个铁路啊 坐着这个列车啊 你可以一坐坐好久 然后直接横跨许多的国家去玩 所以川普就说了 这样子实在太危险了 所以呢 这欧洲的国家呢 都不准进来美国 但是英国除外啊 英国他没有签在这个深耕的公约里面 但是你看看哦 英国好像变成了一个 武汉肺炎病毒的大缺口了 会不会直接跟美国有更多的感染呢 现在英国的病例啊 在境内已经有500例了 而且连英国的卫生部 傅大成也确诊了武汉肺炎的病毒 而且更让大家担忧的是呢 这个傅大成确诊的 他跟英国的首相强僧啊 五天前确诊之后的五天前 他曾经到过强僧的官邸 所以现在大家也非常担心 强僧的安全 那么再来看看是 现在呢刚提到的这个深耕公约啊 另外包括了美国的公民 如果拿有了永久的居留身份 或者你是家属 还是可以往返欧美 所以现在恐怕会造成 美国的病毒疫情更大漏洞 现在几乎很少人啊 敢搭飞机出国去晚了 就怕会感染到武汉肺炎的疫情 但是没有人搭的飞机 这家航空公司 为什么硬要飞幽灵航班呢 苦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包括了英国航空 违征航空都在大放无薪假了 他们还是照飞 还有汉沙航空啊 已经停飞到5月了 以及这个英国最大的国内航空 是直接宣布破产 现在全球的航空业 有将近3000人都是失业 有数万人都在放无薪假 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欧盟有一个规定啊 他当时是为了要公平起见 所以他说呢 在这个欧洲的国家的机场呢 不管你是大公司 小公司 你都可以来这边停机 可以降落的 但是如果你不飞的话 就把你取消哦 如果有一条航线的航班 没有达到配额的八成 那么隔一年 航班将会被削减 所以呢 这些公司 他们为了要保持这个 黄金的航线啊 他们就算 没有人要搭飞机了 他还是得要照飞 如今欧盟也决定了 这一项规定呢 要暂停 暂缓 要来帮助这些欧洲的航空公司 减少压力 因为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 大家也都是这样子 再来看看是 美国现在确诊啊 已经标破了1200例了 NBA给停赛了 还有欧洲现在要断航高达30天 如今 据有美国的专家就说了 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病毒 真的是很猛烈 尤其是对年长者老人家来说 就像是一个完美的杀人机器 因此他们也呼吁说 民众要减少去医院探视长辈 避免武汉肺炎的病毒传播 当2月29号 华盛顿州金恩区 可可兰市的生命照护长照中心 发生第一个确诊死亡病例后 美国疫情仿佛瞬间被炸开 只见医护人员忙着将生病的住民 抬上担架紧急送医 此后接连几天 院内死亡病例不断增加 占了确诊死亡人数一半以上 不知感染源不明 还发生群聚感染 已有50人出现症状 因为早在1月21号 美国就宣布首例确诊病患 他在1月15号 从武汉返回华盛顿州后 出现症状 且分析比对病毒 另一名确诊病例 竟跟死亡首例的基因相似 证实华盛顿州早就出现 社区传播 而且至少6周 社区传染发生后 长照中心随即封院 禁止访客 家属只能在大门外 心急如焚地等待 苦苦要求下院方最后同意 让废衣戴上口罩 入内探视高龄89岁的母亲 只是她走到院外后 居然脱下口罩 接受现场记者访问 令人折舌的举动 暴露一个严重问题 就是美国民众缺乏防疫警觉心 院内至少已经6人死亡 但多家医院的医护 很少戴口罩 出入也没有管制 一般与重症病患 当然也没有分流 群聚感染是迟早的事 而来自7案的大麻烦 还有这个 落难的至尊公主号 和在日本横滨 简易隔离的钻石公主号 是属同一家邮轮公司 同等级的豪华邮轮 但2月10号到21号 两名曾上船的乘客 从旧金山往返墨西哥后 数日随即确诊 其中一人在4号宣告不治 成为加州首位死亡病例 麻烦的是 当时船上的62名乘客 继续开启第二趟航程 从旧金山往返夏威夷 疾管局随即下令 游轮返回母港旧金山 进行检疫 但是不准停靠港口 部分乘客不能离开客舱 必须接受病毒检验 美国海防队人员 将装有检疫试剂的白色医药箱 绑在绳子上 再跟着一起垂涨到甲板 目前邮轮上共有3500名乘客 与工作人员 46人经筛检后 21人正式确诊 可能已发生小心群聚感染 周末这艘邮轮 将会被移到非商业用的港口 做全船筛检 至尊公主号确诊激增 美国防疫出现缺口 除了警觉心不够 最大原因就是检测能力不足 原本的条件是要到国疫区 且出现严重症状才能进行检测 但病毒早已四处流窜 为了弥补防疫缺口 美国要求国会赶紧通过83亿美元 约2500亿台币的防疫经费 接着又放宽检疫规定 现在就算是轻症 也可以进行病毒筛检 希望将目前 每天15000人的检测量 提高到75000 一周内的检测量达到100万 在最初的领域 我不知道是否只是 科技或什么 漏洞还不止这一项 一名从意大利疫区返国的 美国女学生 在机场没有接受检疫 却能轻松入境 美国在2月初就限制两周前 去过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入境 随后在2月底 对疫情惨重的伊朗 南韩 以及意大利等旅游警示 提升至最高的第四级 信心危机没有因此消除 华尔街崩盘 道琼指数一周惨跌4000点 于是川普赶紧清点副总统彭斯 担任防疫总指挥 稳定军心 没想到纽约 还是出现了超级传播者 周长口中的这位律师 是纽约市第二位确诊病患 他住在纽约北部的威彻斯特 每天搭大众运输系统到曼哈顿区上班 除了家人与邻居一味亲近有人 全家五口确诊外 至今已经至少传给20人 于是每天560万人进出的地铁站 开始全面大消毒 装备齐全的清洁工 一手抹布 一手酒精 奴隶的消毒 站内每个角落 不管是自动售票机 门柱感应器 入口处的旋转闸门 楼梯的把手 只要是乘客用手摸得到的地方 都要用喷上酒精的抹布 一擦再擦 车厢内也不放过 包括车门 地板 还有座椅 也都要一一仔细清洁 超级传染源消息一公开 市民人心惶惶 药妆店的酒精洗手液 还有外科手术用口罩 几乎一上架就卖光光 他说美国感染风险人低 不用抢口罩 但不买怎么行 新闻周刊更纰漏 五角大厦国防部预估 疫情将在30天内 变成全球大流行 新冠病毒暴露了 美国在公卫处理上的盲点 反映慢半拍的川普团队 虽然加快了防疫脚步 但恐怕威时意外